专注的眼神 整齐有力的动作 让全场观众欢呼声不断 首届云林国际街舞盛典登场 今年的比赛准备于世界街轨 为2024的巴黎奥运超前部署 希望培育更多的台湾街舞高手 能够从云林县出发到全国各县市 甚至在世界上 能够栽培我们自己所在地的 优秀的街舞的选手 能够在整个运动文文上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在进入亚运跟奥运 是霹雳5这个项目 那霹雳5它需要很大的能量跟资讯 还有它的艺术感的东西 来呈现竞赛 那竞赛现在也有很标准的 晋级的分数评比 19 20日连续两天的街舞竞技 来自全台超过300名武林高手 齐聚云林一起练武功 参赛者从幼稚园大班 到成年人都有 一旁的观众也受到感染 表演很棒啊 然后会受他们感染 有那个悦悦意识的感觉 练武的这个过程中 可以找到自己 然后更认识自己 跳舞街舞就是会 一直动一直动 然后会让你流汗 然后甚至会有练一些 肌耐力 就会有一些线条会更好看 精彩的团体排舞 及霹雳舞等赛事 让观众及参赛者热血沸腾 舞动青春活力 期待能发掘出 舞台明日之星 新唐人亚太电视 廖立芬 台湾云林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